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明成知道之后是极力地劝阻苏大强去买理财的产品 但是苏大强是完全听不尽这些意见 果不其然被骗了 还晕倒进了医院 我发现这部剧呢剧情非常非常的紧凑 所以接下来剧情该如何发展 我们马上先读为快 小时 大叔 给我做个汤 汤啊 好 要排骨汤还鱼汤啊 随便 有肉就行 行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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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换个汤 换个汤 做最好的 我 你说你这么 年轻啊 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我脑筋不灵光啊 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 做理财啊 做理财 又不用你辛苦的 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啊 都很支持我呀 去去去去去 赶紧给我做汤去 做汤去 饿了饿了饿了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 你念书也跟我说了 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 以后啊 你们该忙忙 不要老惦记的时候 回来给我做饭吃 我一天五十块钱 跟外边吃得可好了 可自由了 地址我收到了 老念 今天我必须我请啊 必须我请 老管 我问一下 现在那老头经常来吗 经常过来 是吧 中了多少的 中了 也就十块五块吧 那买得多吗 那可多了去了 怎么说也是老财民了 对吧 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满意 特别满意 你忙 爸 回来了 回来了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 好 我直说吧 你别再买彩票了 行不行 谁买彩票了 你怎么没买彩票 我都打听了 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 然后只中了五块钱 你跟踪我 你跟踪我 妈在世她又说过 你别老买彩票 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爸 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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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跟聂伯你们投资这个毫富理财 是什么人介绍的 他怎么办理的 明天说是人家 让他跟你讲 等一会儿啊 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 你有什么疑问 你就问他就行了 怎么今天关暖的 那我 不开啊 你好 怎么啦这是 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 搬了吗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拉 好几天没看到人 对的 你打电话呀 问问怎么了这是 好嘞 好嘞 我打个电话 喂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怎么是空号啊 平常一打就通啊 今天是空号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被骗的不会吧 站成 站成 这真是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苏家老爷子 又会折腾出什么新花样 明天晚上19点30分都挺好 我们都挺期待的 除了在我们中国蓝剧场播出的 都挺好这一部剧呢 在我们的周波剧场还有小女花不气 一直陪伴大家 而这个时候啊 碧罗天圣物也该尘埃落定了 没错 在今晚的剧情当中 陈渔是告诉皇上自己的武功啊 没有备废 而且他还愿意潜入东方石的军营 替皇上去打探消息 萧九凤呢来到了军营 他呢非常担心东方石因为花不气 而延误了大事 另一方面呢 东方石发现柳青武已经当上了王妃 他就心生一计 他想要柳青炎呢来替代他 从而杀了皇上 柳青武呢听闻陈渔攻打徐州 就向皇上请命啊也去了徐州 陈渔呢就借莲依克的身份 引云郎来见面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说陈渔的计划到底啊 能不能奏效 我们接着往下看 罪臣参见皇上 朕不记得传召你过来啊 罪臣武功未施 还请皇上恕罪 恕罪 你不帮朕找碧罗天 还欺瞒朕假废武功 你让朕怎么宽恕呢 罪臣特来向皇上请愿 罪臣愿意戴罪立功 立功 立功 立什么功 罪臣愿意逃犯的身份 假装投靠东方石 潜入敌军内部 为皇上打探消息 助皇上平反犯贼 老爷子 您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怕我再不来 您就被花不起迷了心智 中了皇帝老贼的奸计 死了 是 你什么时候 可以学得机灵一点 要不是我冲上去 我还不知道 那个柳清吾 已经成了皇帝的妃子 柳清吾 所以我才找您 过来商议此事 我让那个白剑妃 时刻盯着柳清吾的行踪 一有机会 就让柳清炎杀了他 取而代之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 不用耗费一兵一卒 就能够尽身刺杀皇帝 前线传来密报 陈谕投降了东方石 两个人去了徐州 而徐州的守将 就是陈谕的舅舅长宽 皇上如果不放心 臣妾愿意前往徐州 鼓舞士气 你 你是联谊科吗 马上就要攻城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 我就有话直说 你还想不想救不清 看过了好看的电视剧 又到了我们自办栏目的时间 那么本周 我们又为大家准备了 哪些精彩的栏目呢 让我们来先读为快 本期大兵小将 易烊千玺雷佳音 带领着小将们来到香港 品尝港式美味之余 他们将体验汉地冰球 和香港的小球友们交流心得 受到了香港冰球室内学校的邀请 然后呢 我们来到香港 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大兵小将 加油 加油 哎呀 干嘛呀 来 互相把对方头回头摘了 习惯了冰场打冰球的小将们 又如何在高温下达出良好水平 随后 他们更前往加拿大女子冰球联赛现场观摩 学习顶级冰球技巧 我们看的是非WHL加拿大女子冰球世界联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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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六晚20点30分 大兵小将有突破才有成长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好看中国蓝 千万不要忘了 周五的晚上要锁定王牌对王牌第四季 好了各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